泰式凉拌的青木瓜 其实吃起来更加的嫩 然后这个酸味 把你的味蕾全部都打开了 其实这些食材都蛮便宜的 你只要自己买回来 在家里面自己做 欢迎收看 Titan的世界kitchen 我是邱永 防疫期间说实在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 很久没有去逛夜市了 那我记得我以前住在新店 那我常常去一个夜市 叫做乐华夜市 里面有一道菜 我就特别喜欢吃 但是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吃得到 他每次去都大排 对排很长 人有点过多啊 这道菜就是这个 他也是凉拌的青木瓜 对 这外面是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啦 那不过这道菜 它是第一道我该吃的东西 对不对 我吃完以后就开胃了 今天来教大家 自己在家里面做 所以刚开始 我们就要选择当然就是青木瓜 记得要买青木瓜 你不要买熟的 熟的木瓜那个削出来就 软趴趴的没有办法用 那我们就是用这种削皮 如果说你要用切的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就是用这种刨的 把它给稍微刨成丝状 好 我们一试一下就好了 刨了一下 其实那个我们的小助手都帮我刨好了 我们就来做下一个动作 今天做这个凉拌青木瓜 对我来讲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单调啦 今天我就多加了这个鸡胸肉 我也教大家怎么煮这个鸡胸肉 让它吃起来就是粉嫩粉嫩的 那当然你在里面 你可以换成像虾仁啊 海鲜啊 我觉得都可以 水滚之后鸡胸肉下去 然后我们小火煮4分钟 之后我们盖上锅盖 再焖4分钟 为什么是4分钟 为什么是4分钟 就是我们长期去测量下来的结果 要不然就是看它的大小 说不定它很厚 要5分钟 那说不定它薄的话 3分钟就好了 刚好它的熟度 是我觉得这样差不多 用焖的方式的时候 它的温度比较低 里面是泡熟的 所以它的肉会变得比较软 然后我们这边加一点点盐 之后我们盖上锅盖 再焖4分钟 这样就搞定了 泡完之后我们切开给大家看 就是粉嫩粉嫩的 像这个样子 好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拔成丝状 你要用叉子也可以 我觉得用丝的也是蛮快的 那你今天就可以做成一个凉拌鸡丝沙拉 也是蛮不错的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拌起来 我们做个酱汁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放在那个 波吗 把它给放在里面 用压的方式 虾米泡过之后 我们把味道压出来 然后加上蒜 蒜其实你如果可以的话 有那个波的话 整颗下去倒 然后辣椒也是一样 今天这边用朝天椒 但是我们把辣椒取掉了 稍微压制一下它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上一点点花生 也是一样 你可以去压它一下 好活泼 是不是 它就很会跳 你在里面压的时候 它的味道会比较融合在一起 这样子它可能像一些花生的油 都会比较残留在里面 跟你用敲碎的方式 在外面敲碎再加进来 那个是比较不太一样的 好这时候我们来加进来 一些调味料 如果说你今天要做比较正统的话 通常我们在里面 会加上一个酸子或是螺旺子 那我们今天这边的话 可能大家不好取得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鱼露 我觉得鱼露还是不可或缺 一定要加的啦 那我们今天就用柠檬汁 把它给加进来 然后加上糖 三样东西上做调味料的基底 然后这时候我们会加上一点点 这边这个所谓的长江豆 长豆 我稍微有拍过 所以它是有点点像那个小黄瓜 有没有拍散这样子 因为它最粗 要吸到最多的味道 好所以我先把它加进来 好这时候我们青木瓜就进来啦 然后我们鸡丝也可以把它给加进来了 当然如果说你要做单纯的青木瓜沙拉 你就不要加鸡丝嘛 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你要用这个酱 去拌海鲜 去拌这个鸡肉丝 都是蛮适合的 很简单就这样子拌匀 那最后面我们就把这个 小番茄 香菜 加进来 全部都拌匀 我们就可以盛盘啦 好我们来喝西米 你喝什么西米露 那是另外一集的啦 好我们来吃一下我们的青木瓜沙拉 哇 要夹一点点这个 肉丝夹在一起 吃不到吗 没有你辣 是不是 学起来了 青木瓜的脆口度 非常非常的好 它这样子反而让这个鸡丝 吃起来更加的嫩 然后这个酸味 把你的味蕾全部都打开了 那一点点的这种辣味 会让你更加更加更加的开胃 而且里面又加了这个鱼露 所以它有这个海鲜的鲜嘛 又加了虾米 所以整个鲜度都这样冲上来 我觉得整个搭配 希望你也会喜欢啦 我觉得应该你应该会喜欢啦 不加肉丝 就是这个所谓的鸡肉丝 也是没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有加有加分 自己在家里面做 省掉很多钱 又健康又简单 赶快自己做看看 那我们Titan at Seca Kitchen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好期待西米露 我也是 我觉得还好 可以可以喝 好我们来喝西米露 喝什么西米露 那是另外一集的啦 如果说你今天要做比较正统的话 通常里面我们会加上一个东西叫做酸籽 就是罗旺子